《生命导师》 大家好,我是Annie 我生命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在我刚到澳洲的时候 我的状态没有很好 我一个人很害怕出门 心情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去看了大学里面的心理咨询师 在心理咨询师那里了解到了生命导师的计划 作为一位生命导师 与Annie同心的那一年 我很希望可以陪伴她 跟她一起做出一些改变 曾经的我很孤独很无助 也很沮丧,状态很不好 经常做了梦 有时候还会一个人在家里面哭 有一种无力感 在人生里面 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会经历高股低股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混合 就是很困难的时候 真的需要一位陪着你同行的人 我很想改变我生活的状态 我希望我可以过得积极一点充实一点 我们平时一般的话 就是会去打卡不同的咖啡厅 一些很有意思的咖啡店 很文艺的店 我们会在那里聊天 聊一聊最近发生了什么 最近心情怎么样 有没有好好地去生活 去学习这样子的问题 很高兴看到Andy的变化 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很有爱 很有活力 很阳光的一个女孩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回国的时候 在我回国的时候 我们还有联系 有一天我和家长起冲突 就很想自己静一静 在很冷很冷的冬天 风很大的冬天 我就一个人跑到湖边 我和妹互相发邮件 她跟我说的话非常温暖我 非常鼓励我 她告诉我 我可以用一些有效的方式 去和家人沟通 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感触的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当时状态确实很不好 然后我觉得你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 很明媚 就像太阳一样 真的 对 所以就是 就是 时间可能就真的过得很快 然后一年世界里面 其实我也很 很感谢有你了 对 是我更应该感谢有你 因为你每个想法 每个就是困难 可能都会让我 反思我的过去 也会改变到我 我才应该感谢你 因为你会愿意很认真的 听我的问题 然后帮我去分析 感觉很感动 我会推荐每个现在正在处于困难的人 去勇敢地迈出寻求帮助的那一步 因为你需要被聆听 需要被陪伴 一定会有一个人去陪你度过人生的低谷 我在生命导师的这一年经历 我觉得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我自己 我听见地平线难以别呼唤我 不用迟到 就点多远 乘着风 迎着浪 养着饭 不是疯狂 因为信仰 越过了黑夜会遇见梦想